宝宝舌苔厚,不长肉,也不长个子 这是消化不好的表现 要想宝宝长得好 家长要先避开这四种食物 不知道的,先点个赞保存下来 第一,少吃水煮蛋 水煮蛋营养价值高 但是不容易被消化 建议给宝宝做成鸡蛋羹,更容易消化 食用于一岁以上的宝宝 第二,少吃白粥 不仅没有营养 宝宝还很容易就吃撑了 要吃就吃小米粥,营养丰富 而且小米粥上面还有一层粥油 能够帮助保护宝宝的小饭包粘膜 第三,少吃汤泡饭 汤泡饭跟粥是不一样的 宝宝吃的太快 没有经过充分的咀嚼 会加重对胃的负担 第四,少吃寒性水果 比如火龙果,西瓜,柿子等 应该选择当季的水果 避开反季水果 除此之外,甜食,油炸,辛辣食品 更应该少吃 想让孩子吃得香,长得高 先要保护好宝宝的小饭包 家者们一定要记住哦 耳朵 来说,多一,少吃